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101个重点句 这就是24课,138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请看这句话 A young man sees a sunset and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it rouses in him concludes that it must be the gateway to a world that lies beyond 一个年轻人看到日落,由于无法理解或表达日落的美景在他心中激荡起的感情 于是乎便得出结论说,日落处想必是通往天国世界的一扇大门 句子很优美,咱们第一步先看一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 先做语法分析 A young man sees a sunset 这是第一个主句 年轻人看到了日落,这个第一个句子已经完了 and 引起第二个病类的主句 但在第二个病类的主句之前,先加了一个由enable构成的整个原因状语 E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it rouses in him 咱们前面可以看到省得了being 加上being之后,咱们就看得更清晰了 在这标准的是非畏语动词做原因状语 由于无法理解或表达感情积极的情绪 但我们知道在非畏语和独立之国中 只要出现了being这个词,那么being一定是可以省略的 然后呢,在里面又牵套了一个定义丛句 我们看画横线的部分 that it rouses in him 在他心中激荡起的感情 这个that是关系代词来引导这个定义丛句修饰前一次emotion 这个it指什么呢?很明显指着前面这个sense 这个日落这个美景在他心中激荡起的感情就好了 然后我们看到and引导的第二个病类的主语依然是a young man这个年轻人 所以第二句话的主语就不用再写了 只剩下卫语动词concludes 第二个病类句的卫语是得出结论说 谁得出结论呢?当然是这个年轻人了 好,那么卫语动词concludes后面呢 这个that引导的协定词一直到句目 很明显是个宾语丛句 做前面那个得出结论的宾语 得出结论是什么? 然后在宾语丛句里面呢 后面又牵套了一个定义丛句 that lies beyond 明显是一个that关系代词引导的定义丛句 修饰先行词the world就好了 这整个句子语法成分 尤其记住 前面这个不能够 这是非悦语动词当原因状元 把这个看清的话 这句话就好理解了 下面看看剧中一些 咱们值得模仿的一些细节 年轻人的日路由于无法理解和表达 这个情绪 什么情绪 that it rouses in him 在他心中激荡起的情绪 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动词reels 这个词用的特别优美 这是一个比较文艳的一个词汇 reels这个词本意呢 是表示把某人从梦中唤醒或惊醒或惆醒 就梦中把某人唤醒了 这个词用reels 这是比较文艳的一个词汇 咱们看例子 a persistent reigning rouse her from a sweet dream persistent表示没闻没了的 顿顿有贬义的味道了 一阵没闻没了的铃声 把它从美梦中惊醒了 吵醒了reels 你听着声音reels 搅拌激荡起感情这个意思 那派声音就可以表示激起某种感情 比如说reels anger激起了愤怒 reels passion激起了热情 reels suspicion激起了怀疑等等等等 这是好像把情绪 沉睡的情绪从心底唤醒了 对吧 叫惊醒了 好 我们再看跟reels类似的表示唤起某种感情 还有很多种表达 有另外一个表达呢 跟reels类似 但通俗的多了 就是动词areels 也是激荡起感情 它本意就是激起情绪的意思 这个词就常见一些 对吧 我们再大声读一遍注意字母耳又勾舌头 轰拍al的声音慢慢来 arouse arouse 激荡起某种感情 同样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reels anger激起了愤怒 一样对吧 reels hostility激起了敌意 reels resentment激起了什么反感呢 凤凯啊等等都可以 总之激荡起某种感情 这个词比较通俗一些 写作中可以替换 那么生活中还有好几个表示唤醒的词 也可以表示激起某种感情 咱们复兴 你像我们在二册和三册中 就出现这几个动词 比如说wake waken 还有更文言的awaken 都可以当极物动词 表示把某人唤醒或吵醒了 而派生意呢 也一般都可以表示激起某种情绪 好像把沉睡的情绪唤醒一样 咱看例子 比如说her palette awakened sympathy in me 这个女孩子的怎么呢 palette 叫苍白的脸色 她来自形式配偶 这个女孩子苍白的脸色 激起了我内心的同情 激起了感情 同情从心里叫醒一样 非常好记 再比如说 the nightmare awakened terrible memories 这个噩梦呢 唤起了那些可怕的回忆 本来多年之后 这可怕的记忆已经渐渐淡忘了 但一次噩梦 把它们都唤醒了 又激起了这些很不好的回忆 好了 这是表示这个唤起情绪 常见的词汇 还有什么呢 还有几个类似的激起感情 我们不妨同时看一看 写作中就可以替换了 比如第一个词可以用evoke 这个词也是唤起情绪的意思 这个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voke这个字根本是喊叫的意思 而前面这个字母意呢 大家说字母意可以把它out在外面的意思 所以字面是喊出来出来 同情连面都出来 喊出来派生意 就是激起情绪 因为中文中可以说唤起嘛 跟唤起那个类似 对吧 比如说evoke sympathy evoke memories等等的呢 像什么机器的同情啊 换起了以前的苦意啊 都可以换起来 还有类似的一个叫做kindle kindle呢 本语表示点燃类似 你像kindle or kindle 叫点燃一只蜡烛 我们说amazon那个阅读器 阅读那个那个那个 跟iPad类似 但只能看书的 那个阅读器也叫kindle 好像点燃我们的知识一样 这么一个 同样的kindle anger kindle hopes 也可以表示燃起了 唤起了 对吧 比如说燃起了 这个燃起了怒火 心中燃起了希望等等 跟中文类似 中文可以说燃起吧 唤起燃起 还有一个搅起 我们知道stir这个词 本来表示搅拌的意思 对吧 那么搅起的情绪 也可以用它 比如stir coffee with a spoon 用个勺子来搅拌咖啡 派生意呢 stir memories stir pity stir imagination 什么激起了这个回忆啊 激起了同情啊 激起了我的这个想象等等 都可以 你看看中文类似 唤起了 燃起了 搅起了 都可以 对吧 咱们一起通工之妙 所以特别好记 这跟中文类似 好 再回到文章中 后面说呢 于是乎这个年轻人便得出结论说 conclused that it must be a gateway to a world that lies beyond 就看这个conclude conclude这个词啊 在写中注意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表示得出结论 表示得出结论的时候 搭配一段是这样的 conclude something 或者conclud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从某个动机中得出一个结论 或者干脆夹编语从绝 conclude net 都是结论说 本文中是这个形式 conclude后面加编语从绝 但是conclude呢 在不同达配下意思就不同了 咱们注意在写作中还会用到这个结构 conclud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如果在conclude something后面加了结论 with 大家记住 这个意思一定是 用什么什么方式来结束什么 用后者来结束前面这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conclude不再是得出结论 而是结束始结束的意思 咱们看例子 conclude the rally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conclude the rally the rally表示群众性的大规模的集会 就大会了 那么大会是什么呢 在国歌声中结束了 这个anthem表示圣歌或颂歌 national anthem 国家的圣歌颂歌就是国歌了 咱们可以读一下这段语慢慢来 national anthem 再来一遍 national anthem 好 用国歌的形式来结束这个大会 在这里不是做出结论 而是始结束 什么决定 由搭配决定的含义 这个非常重要 它的名词形式呢 就是结束或者是结论conclude 而这个词在不同搭配下 含义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表示结论 它一般都用在这个搭配里 come to a conclusion arrive at a conclusion reach a conclusion 还有draw a conclusion 前面三个词呢 它都表示到达到达了结论这个地方得出结论 后面这是拉出来 把结论拉拽出来 总之这个大会也是得出结论 但是如果表示结束呢 一般都用在这个固定的文言的这个表达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始前者结束 始结束的意思 这个在写作中又是五星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曲型 咱们先看例子 这句话出自新概念三册第36号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咱们看这句话 in the 19th century anomalist would bring his story to a conclusion by presenting his readers with a series of coincidences most of them wildly improbable 在19世纪的时候 一个小说家呢 属于后面 将以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的故事 始故事结束 用什么方式呢 通过给他读者提供一系列的巧合 其中绝大多数是极其不可能的 你看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千万不能翻译成 把什么什么得出结论 而是始结束的意思 用被动也行啊 他用这句话 the rally was brought to a conclusion by the sing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这个大家都会翻译了吧 大会在齐唱国歌声中落幕了 结束了 就是大会被结束 始结束 用什么方式 用唱国歌的方式来结束 记住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表示始结束 这次表达写作中都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把它牢牢记住 那么关于这个得出结论的词汇的替换呢 也很常用 比如说首先 咱们可以用动词 deduce deduc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由后者得出前者这个结论 它的名词是deduction 表示推理推论或者翻译成结论都行 推理的过程或者结论都行 我们把中心动词和名词分别读一下 deduce 再读名词 deduction 这是第一个可以跟conclude 类似替换的一个得出结论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用的更熟了 infer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由后者得出上面的结论 推断出什么什么 再读一下这个动词 infer 大家可能在阅读真体中常常见到 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e passage 从文章中我们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推理推断的意思 它的名词既可以翻译成推理 也可以翻译成结论 就是inference 你看conclude, deduction, inference 三个名词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再读一下后面这个推论 或者是结论或者是推理 这个词慢慢来 inference inference 好了 再回到本文中 后面坑路 后面避玉丛就说什么呢 it must be the gateway to a world that lies beyond 这个it指的日落 sensate must be是个推测 肯定是怎么样 the gateway gateway这个词 本来的意思表示 门口处 入口处 就是装大门的地方叫gateway 只不过怎么翻译时呢 一般权疑的也是翻译成大门就好了 通往什么什么的大门或者门户 我们借此注意加to 我们看例子 这个在写作中不妨可以尝试 通往什么什么的大门或者门户 比如death is a gateway to another world 死亡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扇大门 就是通安门的地方嘛 通往这个地方的门 这是什么一个大门 他的派生意呢 也可以表示交通要道 就咱们上述的门户了 去往某地的门户 比如说看例子 nover is England's gateway to Europe 多福尔港是英国通往欧洲的门户交通要道 这个船从多福尔港起航 驶往法国加莱河 这是英国通往欧洲的门户 so gateway和我们家GIS2也可以在写作中尝试 好 整个句子咱们再回顾一下它的含义 一个年轻人看到日落 由于无法理解或表达日落的美景在他心中激荡起的感情 于是乎这个年轻人便得出结论 那么日落出想必一定是通往天上世界的这么一扇大门 好 这句话非常优美 而且里面细节词法特别多 非常多的地方值得咱们在写作中学习和结界 好 这句话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102个重点句 这就是第24课 138页的第二行到第五行 请看这句话 他说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in moments of intense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that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a light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different end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in some way higher 这又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句子 他说 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 在强烈的感受到美的时候 那么很难抵制这样一个联想 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了什么呢 我们正在看到一线从另外一个生命的国度 向我们照射下来的一线光芒 这个光芒是如此的不同 这个国度是如此的不同 而且因为这种感受如此强烈的赋予感染力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高级更高贵 就是另外一个生命 还是天堂天使的世界 而且我们的世界更高级更高贵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It is difficult 前面这个It很明显是形成主义了对吧 这是很难的 对谁来说呢 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白颜色的地方 明显是个时间壮语 反映成什么呢 在强烈的感受到美的时候 这个结构为什么是使时间壮语 咱们一会会解释 然后It是形式主义 真正主义在哪呢 真正主义在后面黄颜色这个to do 动词不定事实真正主义对吧 那什么是困难的呢 要抵制这个联想是很困难的 哪个联想呢 我们在家同位丛具这个联想 就我们正在看到 这个从另外一个世界向我们天 这个设下了一线光芒 而且呢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同 而且呢因为它这个感受如此有感染力 这个世界别问的世界更高级 整个这个从那开始一直到剧末 这个写体字整个是一个同位丛具 做这个联想的同位丛具 只不过在同位丛具里面呢 有些细节 你看我们正在看到一线光芒 什么光芒呢 这个that开始画横线的部分 一直到剧末 是贴签套在同位丛具里面的一个 定义丛具 但是向我们照射下来 从什么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从另外一个生命的国度 来照射起来这个一线光 所以这个different 后面把这个different的词呢 又说了一遍 different 这个different当然依然是在定义丛具里面的内容 它继续修什么呢 这个另外一个生命组成的国度 这个essence表示生命嘛 存在物嘛 那么这个different为什么重复一遍呢 这个different咱们一会会说 它是个女偏纽带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重复一遍这个different 等于是把这个realm of existence 这个名词短语的前置定语different 跟它的后置定语higher连到一块 因为呢后面这个higher 也是修饰这个生命的国度 对吧 但这个higher 离前面的词太远了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 这个原语状语从具 看括号中的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因为这个精力是如此强烈的浮游感染力 因some way 还在某种程度上更高级 如果没有这个different重复的话 剧末出现一个higher 就去显得无衣无着了 不知道在干嘛了 加上different之后 再加暗的连接嘛 一定有个词跟它并列吧 higher是跟它并列的形容词 既然different修饰这个realm of existence 那么相应的higher也一定是修饰它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different这个词 像一个绳子 把这个生命的国度前置定于different 跟它后置于higher 跟紧紧绑在一块了 使上下文更有逻辑的感觉 而且意义向纵深发展 这是一个语片纽带 这是写作中一个高级的这么一个用法 咱们一会会详细展开 好下面咱们先看一下细节 整个具的骨架结构呢 用的是一个基础具形 就是it is 点点点for something to do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如何如何的 那么整个句子是用这个肩架结构把它撑起来的 本文中时候是困难的对谁来说 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在什么时候呢 in moments of intense is that experience 咱们注意一下这个in moments of in moments of可以经常做实军重语 翻译成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因为它是复数的moments 所以这个搭配呢一般是表示多次发生的事 而不能表示一次性的行为 比如说在我昨天晚上正在吃炸的面的时候 这可能就一次性行为用它就不行了 一定表示多次发生的 本文中说什么呢 强烈的in times 表示感情强烈的 ethetic 表示美的 审美的 experience 表示经历 就是强烈的感受到美的时候 这个在一生中可能会有多次 所以用in moments of 这个搭配是对的 同样可以替换成in times of 这两个结构一样 in moments of in times of 在经常发生的某个时候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当然这两个字都行 in moments or in times of grief 在悲伤时刻 悲伤一生中多次 或者in moments of rage 或in times of rage 在愤怒的时候 狂怒的时候 在crisis 在危机关头 boredom 在无聊的时候 ecstasy 这个词稍微难一些 表示狂喜 欣喜若狂 手舞足蹈 在狂喜的时候 欣喜若狂的时候 这是个美式用法 我们大声读一下那名词慢慢来 ecstasy 就是狂喜的时候 后面呢tranquility 表示安静 在安静静谧的时刻 这些时刻可能一生中都会多次发生 所以用in moments of in times of 搭配是漂亮的 咱们可以把这搭配把它记一记 把它背下来 咱们一会造句会用到 本文中是我们强烈感受的美的时候 后面我们说了 其后那个to resist suggestion 明显是个真正主义 就是动词不定试 做真正主义 而前面句说的it呢 是形式主义 那么来抵制什么呢 抵制这样一个联想 这个suggestion是多一词 不一定翻译成暗示 也不一定翻译成建议 这里可以翻译成联想的意思 抵制这么一个联想 哪个联想呢 就是我们正在看到 从另外一个世界 向我们照射下的一线光芒 那么对于我们认为来说 要抵制这个联想是很困难的 言下之意不是 我们一般人都会想到吗 强烈感受到美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会联想到 这恐怕是天国 天使的国度 向我们照射下的一线光芒 因为这光芒太美丽了 人间是没有的 就这个意思 这个剧情啊 咱们拿出来可以看一看 就是it is difficult for somebody in moments of something to resist something 对于某人来说 在某个时候 要抵制某物是很困难的 对吧 对于这个人来说 在这个时候 要抵制某个东西 是很困难的 言下之意呢 是表示在某个时候 某人一般都会做某事 会做某事 因为抵制他很难呢 我再冲一遍啊 在某个时候 某人一般都会做某事 这个剧情很管用 就抵制他太难了 一般都会这么做 咱们看例子 无论是谁 在欣喜若狂的时候 一般都会想和朋友们 一起分享这种快乐 这是人的本能吧 我们快乐分享就加倍了 对吧 那么无论是谁 就是对我们任何人来说 在欣喜若狂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刚刚说过 in moments of ecstasy 对吧 可以尝试一下啊 一般都会想和朋友分享这个快乐 用本文中的逻辑呢 是不是要抵制 想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快乐的这个冲动 这种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对吧 我们带你去试试看啊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 这是困难的 什么是困难呢 先说这个实践状语 在欣喜若狂之时 in moments of ecstasy 然后呢 再加真正注意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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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 to resist 这个诱惑 这个诱惑 the temptation是哪个诱惑呢 和我们在家通过语 of sharing it 就分享这个快乐呗 跟谁呢 跟朋友们 with our friends 你看这个句子非常漂亮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in moments of ecstasy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sharing it with our friends 也就是在欣喜若狂的时候 我们任何人都想要把这个喜悦 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就是要抵制这个诱惑 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剧情非常实用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 把它好好揣摸一下 把这剧情把它背起来 我们本文中说呢 在强烈地感受到美的时候 要抵制这个联想 是很困难的 什么联想呢 看后面这个同语丛剧 that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light 我们正在无意中看到一线光芒 就瞥见了天堂 好像大门那个天国的门 这个门没有观言 门凤珠 射下了一丝光芒 这个意思 catch a glimpse of 表示无意中瞥见 看见 它跟另外一个搭配类似 就是catch side of 或者干脆可以用极无动词glimpse 表示瞥见 无意中一抬头看见了 就有点像悠然见南山的感觉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答题 慢慢来 catch a glimpse of catch a glimpse of catch side of catch side of 或者直接把这个词当 这个极无动词来用 大声在对面 glimpse glimpse 都可以表示 瞥见 看见 看见 都可以 那么正在看见一线光芒 什么光芒呢 就是 在家定义从具修饰这个光芒 the sidestine to us 照射到我们深深的光芒 从哪里呢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这个realm 它的本意表示kindom 王国的意思 派生意可以表示某个范围 某个领域 在这里是王国 existence 就类似我们说的being 某种生命 某种存在物 就另外一种生命的王国 就好像天堂 上帝和天使出的地方 并且呢 different and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in some way higher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realm of existence 后面这个different 重复一遍 是为了把它和前面的different 以及句末的higher 这两个形容词连到一块 这个原现象就是鱼片纽带 咱们通过这个 图可能看得更清晰 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different 等于是个绳子一样 把这个生命的国度前置定于different 跟它句末的higher 连到一块了 我如果不重复different的话 直接because 句末再加一个higher 我不知道higher是干嘛的 加different再加连词and 说明一定有个形容词和它并列 哪个形容词呢 后面只有一个就是higher higher跟different并列 当然修饰的是realm of existence 句子比较长的时候 经常重复某一个或某多个词 来让读者知道 那么上下文的逻辑是怎么一个关系 而且意义向纵深发展 这就是语片纽带 好 这种语片纽带在长男剧中相当常见 它呢不一定是用形容词连接 重复形容词 重复其他的词性的词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咱们请看在本文中第九行末尾 这个句子 第九行末尾出现了这么一个 咱们看看 他说 祝一 A vision which 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and in passing leaves an indefinable longing and regret 他说六月里 没有一个蓝天如此之蓝 以至于它不会指向另外一个更蓝的天 没有一个日中能如此美丽 以至于它不会激起一个更加美丽的情景 什么情形呢 一个未及饱懒就消失掉的情景 并且在消失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名状的渴望和遗憾 大家注意到 特别是这个黄颜色的这个是vision 你看这个vision在前面出现过了 the vision of greater beauty 已经出现了这个vision了 后面这个vision这个名词重复出现一遍 也是个语片纽带 为什么呢 它把前面这个名词vision 跟后面这个定义重句 位置引导的定义重句 就是画横线的部分 紧紧的连到一块了 对吧 如果不重复这个vision的话 那么我后面直接加一个定义重句 那么读者就不知道这个定义重句是修饰前面这个beauty 还是去修饰前面这个vision 这个句子有奇异了 所以重复一遍这个vision 也是一个语片纽带 把上下文从逻辑上紧紧的挂在一起 而且意义向纵深发展 这是语片纽带的作用 咱们在真题中也会出现过 比如咱们看一道当年这个阅读真题的片段 考试的阅读真题 看这个句子 Many species can communicate an amaz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via sound information on which boost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and continue existence of the species may depend 他说很多牧种呢 都可以通过声音来交流令人惊叹的大量的信息 非常多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把它注意到information这个词又重复一遍 为什么呢 这个information是把前面这个information重复一遍 否则的话 在information后面这个定义重句 叫on which引导的定义重句 我就不知道它修饰究竟是sound 还是前面这个information 我把information重复遍之后 就等于把这个前面这个名词information 跟其后的定义重句连到一块 让读者知道定义重句修饰是前面的information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语片纽带 把上下门从逻辑连到一块 那么什么信息呢 这个就是不光是这个动物的个体的存在 但是生命还有整个物种的延续 物种的延续所基于的 必须依赖于的这个信息 大人的信息 这是语片纽带作用 咱们在作文中呢 也可以尝试尤其是高级写作 写出长男剧的时候 咱们看当年一个值而易写作的范文 值而易官方的范文 ETS官方的范文 他这么说 I would argue that although it may be a benefit to study classics and be well schooled in diverse disciplines this pursuit merely refine and hone an ability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the ability to study human nature 正确子们也出现了一篇纽带 非常精彩 他说我倒愿意争辩说 什么呢 尽管呢 这个学习经典 并且在各个学科里 各个学科里面加以磨练 确实是一个好处 一个优势 但是呢怎么样呢 说这些追求啊 只不过是精炼了 并且磨力了 我们的这样一个能力 每一个人 任何人都会有的能力 什么能力 就是学习人的本性的这个能力 那么你看这个后面这个to study human nature 明显修饰前面这个deability的 但如果不把这个ability 这个词重复一遍的话 后面这个动词不定是to do 我就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这是一个目的呢 还是原因呢 还是条件呢 在这一看 是个后制定语修饰前面的ability 这是个后制定语 你看这个ability重复一遍 也是为了把这个后制定语 to study human nature 跟前面的名词deability amility仅仅亮到一块 也是一个语片牛带 这篇文章 范文的官方的考官的评语 是怎么说的呢 咱们看看 他特别指出了这句话 并且说他这句话说的精彩 就是加分的句子 下面这个内容 是这篇文章下面 考官给的评语 他说 The writer uses language friendly and controls sophisticated syntax through out the essay 他说这个文章啊 使用语言非常流畅 并且呢 在整篇文章中 都表现了对复杂句式结构的 高超的控制力 这个sophisticive 就高级的复杂的 syntax 就句式句法 他比如说后面举例子的 I would argue that although it may be a benefit to study classes and be well-schooled in diverse disciplines this pursues merely refined and whole inability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the ability to study human nature 你看考官专门把这个句子 用引号引出了 说明这个句子加分的句子 非常精彩 这个句精彩 几乎有一半 要看这个语片纽带使用至精大 所以语片纽带 对于提高咱们的句子的逻辑感 和增强文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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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 确实至关重要 咱们通过这么多例子 相信大家对语片纽带 有的一定程度的了解 好 再回到这个句子里面来 他说different and 这个不同 这个生命的世界跟我们不同 并且还有怎么样呢 并且比我们更高级 句目有个higher 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原因状语 为什么更高级呢 becaus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因为这个经历 这种经历 是如此强烈的 强烈的 富有感染力 这个moving 不能反正运动的移动的 没有人在动吧 move 表示打动人心的意思吧 I was deeply moved by the movie 我被这部电影深深的打动了 moving呢 是令人感动的 这种经历 如此强烈的令人感动 在某种程度上 还更高级 某种程度 应该是in some way 可以的 注意解释更 in way跟 in 搭配 在某种程度上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to some degree to some extent 也行的 degree can extend 也是程度 但一般跟to搭配 还有一个程度 叫measure in some measure 也行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measure 跟解释 in 搭配 也是程度 这是老知识的复习了 咱们看看23课里面的句子 23课里面的句子 23课里面的句子 就是在132语的第12行 到第13行 132语12行到第13行 看 The swallow shares the virtues of both schools in highest measure 这个小燕子 这个小燕子呢 那么把这两种类别的鸟的优点呢 它都共同存在 它都有 并且以最大的程度 在最大程度上 同时兼备了 这两种鸟的优势 这小燕子 不光是能够长期飞行 而且呢 它能够逆风飞行 你看这个in highest measure 叫最大程度上 表示程度 同样我们再看看 爱因斯坦说的那句话 还是复习 他说 The true value of a human being is determined primarily by the matter and the sense in which he has attained liberation from the self 他说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 主要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这个程度 以及这个意义 the matter and the sense 咱们以前说过sense 可以表示意义的意思 那么后面定语 从于in which引导 它修饰这个程度和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词in 是跟这两个词搭配的吧 measure跟in搭配 sense还是跟in搭配 就在什么程度 什么意义上 它从自我中获得了这个自由 解脱了出来 那整个句子好理解了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主要取决于 它在什么程度 以及什么意义上 从自我中解脱了出来 就无我 这个真生 是托繁入圣 这种境界 好 那么这是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句子里面的细节比较多 但是希望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 语篇纽带这个重要的视点 好 这个重点句咱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